好 哦 看起來就很美味 好吃耶 我們現在做的是我們的客家紅糟披薩 以前過年的時候 我們才吃到紅糟以外 那個客家的 那個年代的窮困 我們的肉沒吃完 可以再倒回去 再做醃漬 連是它做一個保存 我想這個東西也是 我也是很想把我們的紅糟再重新找回來 所以小時候我媽是用高粱做紅糟 所以那個味道和我在市面上完全不同 包括你看不管是色澤 還有濃稠 這是紅糟 那紅糟經過我們的高粱酒 和我們的白糯米 蒸好以後 去做一個禮拜的發酵 它經過黑麻油 然後爆老薑 差不多大概十分鐘左右 讓我們的黑麻油入味到薑 薑絲裡面 然後再把我們的肉絲 放進去一起爆 爆大概全 原則上大概要十到十五分鐘 一般炒肉絲不用到那麼久 可是是為得到我們的客家紅糟 本肉入味 所以原則上整套工序下來要半個小時 過年呢是表示是圓滿團圓 所以也是代表象徵性客家人愛著鬧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除醉堂這邊推這個是希望 往後在浪漫台山也可以吃到我們的客家紅糟 披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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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